JD国际先聚焦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13号 是在俄国的远东地区 当时可以看到就和俄罗斯总统普丁两个人会面 讨论双方未来的军事合作计划 不过在结束会谈之后 其实外界本来都以为金正恩他会直接回到平壤 但是最新的消息他并没有回到平壤 而是继续的待在俄罗斯 那么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克福 他是4号就证实了 金正恩他的访问前程将要继续再延续几天 而且其实金正恩他已经邀请了普丁 希望他可以回访北韩 而普丁他也已经接受了这个邀请 那么其实两个人这次会面 不论是他们的行程或是谈话内容 都是保密到家 接两个人在东方太空发射场会面之后 其实金正恩他就一直消失在微体面前 那么直到今天终于到了今天15号的时候 他才出现在阿木尔河畔共青城 参观俄罗斯他们的战机的制造场 那么这里其实就是特别专门制造 俄国他们最新的战机是 苏凯35还有苏凯37的一个工厂 而接下来他还有行程 是他要前往海参威来视察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那么美联社就点出 其实这一次访问肯定 他参观这些地方都是军事基地 基本上就是和普丁的交易是有关系 因为其实两个人会面的时间 也正值俄乌战争之际 那么普丁他现在就希望可以寻求北韩的军武协助 而金正恩他则希望可以和俄罗斯在军事的技术上 包括卫星是可以来合作 那么尽管两个人的对话并没有对外的公开 但是其实从两个人的互动 包括他们一见面就握手40秒这么久 就不难看出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好交情 那么佩斯克夫他就向媒体表示 两个人会面的时候他们还互送还交换礼物 互送了对方他们的步枪 普丁他是赠送金正恩一把俄制的最高品质的步枪 那么金正恩他也会送一把被寒制的步枪 另外普丁还额外送了对于先进科技很有兴趣的金正恩 送了他一套是太空衣的手套 而这个太空衣他确实还真的到太空中很多次 那么就在两国的关系持续升温的同一个时间 美联社就冒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预计在下个礼拜就会利用参访联合国 利用联合国大会期间来访问美国 可能在9月21号就会和美国总统拜登 两个人在白宫会面 不过这个细节并没有公布 但是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却是拒绝就此来做一个评论 因为其实要知道美国目前两党 对于要不要继续支持乌克兰提供一些额外的军援 他们的分歧是越来越大 那么拜登他之前就提出了 要向乌克兰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 其实美国国会他们到现在还在进行一个辩论 所以还是不确定 而再回到刚刚提到普京时隔4年的会面 美国CSIS的机构就认为 北京是现在是有一个嫉妒的心态 但是其实北京政府之前就已经表态过 中朝的发展很好 而且陆方近期的焦点其实并不是普丁和金正恩 而是聚焦在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一个行动 那么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坦克菲 昨天就菲律宾和美国军舰 两方是在南海的海域举行了首次的联合巡航 做了一个回应 那么陆方就表示中方是密切的关注有关动向 另外大陆国防部发言人坦克菲 他也针对了台湾向美国采购14套的火山布雷系统等军火 做了一个回应 解放军就抨击台美勾连完全是在有害毁台 把台湾变成一个地雷岛的弹药库 只会将台湾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 而在大陆再看到近期其实国内他们科技迷的热点话题 则是华为手机所引爆的一个热潮 华为官方是在昨天的时候宣布将在9月25号举行秋季全场景的一个新品发表会 那么尽管是没有具体的公布这个内容没有官宣到底是要发表什么 但是外界也猜测晶片势必会成为发表会上最大的一个看点 而在软体方面尤其是应用程式 AI盘古的大模型的能力加持之下 鸿蒙系统带来更进步的一个AI人工智慧的突破 它是可以把人们的生活啊 还有社会产业的资讯通通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而且呢重点外界还猜 它很有可能是比OpenAI的ChartGPT还要厉害 那么前立委孙大千在烙碗报的节目中 他就谈到了这个模型超越ChartGPT的地方 盘古大模型它除了具备这样的能力之外 它已经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层级了 盘古大模型可以用在非常多地方 它可以用在金融 用在医疗 用在挖矿 用在气候预测 对 铁路啊什么都可以 对 而且最近就是这个张平安之所以讲 我们不写诗 只做事 是在他的一个场合他对外宣布说 盘古大模型要投入中国大陆的挖矿的这个产业预测里 那么最近看到那个Nature 就中国这个世界有个叫期刊 叫Nature的这个期刊里头 曾经做过报道 他说这个华为 这个盘古大模型是华为云做出来的 就是这个盘古大模型 它具备了什么能力 光在气候预测的能力 它比传统气候预测快一万倍 它可以在一秒之内就预测出来 全球的任何一个位置 任何一个纬度的各式各样的气候资讯 包含湿度 包含温度 包含风速 包含海平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 它通通都做得到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